在後面 監視人員進空現場 工廠外封鎖先拉開 晚間7點多 殯葬業者準備移動 封濕水泥桶 遺體搬運上車 立刻送往殯儀館 死者疑似被人裝進塑膠袋 再用水泥封濕 身分仍在確認 警方也同步追查 究竟是誰下手如此凶殘 凶弦做用什麼方法去做的 大概都跟他的職業有關 所以有可能 是不是他本身有一個水泥公 還是他在賣水泥公 他想說這次有什麼封起來 封閒是不是水泥公 檢警還在釐清 不過初步調查發現 一名60多歲零姓男子 在此根地主乘租工廠 其中一處轉租給 另外一名33歲女子 他也被警方列為關係人 帶回釐清案情 所以採DNA比對一定出來 這個沒有問題 比對出來的時候 如果他在2年前失蹤 在2年前他跟誰有關係 兩年前的重大刑案 雙桶失命案也發生在台中 當時徐姓祖賢分別殺害蔡姓少女 跟一名黃姓男子 在裝進桶子棄屍中部山區 今年4月嫌犯就被液涉犯 兩個殺人罪判處死刑 被告當時的犯罪動機 以及他犯罪的目的手段 以及他的知識程度等等 假設法官認為說 今天被告他所犯的罪 必須要用最高的死刑 來做認定的話 那這個時候就涉犯 兩個殺人罪 而判處兩個死刑 殺人毀屍 手段兇殘 最重就是判處死刑 這回台中再報統治案 專案小組將從各種激政 持續追查 凶手下落 靜新聞賴文中網可 請收到報導 下輪文中網 才能夠 看看 關注